黑龙远渡重阳 来到巴西 面对佩雷拉 进行一场复仇之战 新西兰国籍的选手 都是打巴西 也是本次的 是荣耀其巴西方面选手 最大的腕之一 就是将近有七成的 这个攻击截律 抵扫 后手 再后手 漂亮 来看第一回合的曼蒂尔回放 我们看黑龙的这种 低力的摇躲啊闪啊 今天是 后手 连续 这是机会 有点晕 这是机会 持续打击 还继续有机会 这时候裁判应该叫停了 哦 没错 是 佩雷拉还是很有经验的 当出现自己身体状况不好的情况下 马上往前冲 去把自己的距离缩挡 来看 再讲 我 赔练 我觉得是很重要 佩雷拉跳锡 这个走真漂亮 非常漂亮 哦 哦 左手平高 左手平高 这平高打到黑龙了 黑龙 哦 看黑龙 这个时候夫妻 裁判还在读秒 让佩雷拉站到边角上去 终止比赛了 是 但是裁判对这个佩雷拉的边角表 是非常不满意 对 必须在我们谈定之前 你们是不允许进入这个 那台边角 这是一场很大的逆转 哦 正重下巴 裁判